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月29日 黄苏死磕黄马 周一凌晨,西甲火热进行 黄家马德里将迎来黄家苏斯达的挑战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黄马经济联赛主场至今保持不败 不过黄苏并非等闲之辈 目前西甲排名仅次于巴赛龙拿和黄马 金杖强强对话不妨看好双方握手言和 错失西班牙超级杯之后 黄马在西班牙杯上连错维拉利尔和马德里体育会加时获胜 从而晋级西班牙杯准决赛 联赛中也做客2比0完胜竞敌碧尔包 足见球队的调整能力相当之强 虽然黄马近年来阵容不断流失 球队看似实力在削弱 但作为欧冠联历史第一队 黄马底运游在 卢卡摩特利 卡连宾森马和东尼区奥斯这些老兵依然挥发助于乡 艾杜亚杜卡马云嘉 洛迪高高斯以及云尼斯奥斯祖利亚一众新生代 正在为球队建立下一个皇朝打造基础 其中云尼斯奥斯祖利亚和洛迪高高斯 在老大哥卡连宾森马的调教下进步神速 虽然目前这个班底兵不能要求他们立刻在欧冠联再创辉煌 但在西班牙国内 球队绝对有争贯实力 黄马经济联赛主场取得五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其中摄入16球的进攻端表现相当强悍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 洛迪高高斯以及费特利高华维迪和共 射入10个主场入球 他们将成为黄马金杖冲锋陷阵的关键棋子 不过黄马并非没有隐忧 球队后防线受到伤病困扰 大卫阿拉巴和费兰特文迪都因伤眷勤 其中左闸位置可能需要艾杜亚杜卡马云嘉来客串 而且球队过去六场 葛向赛事只有一场零封对手 这或将成为黄苏的切入点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卢卡斯华斯基斯等人因伤无缘披甲 黄苏也受到大面积伤病的困扰 但与黄马不同的是 球队的伤患集中在中场线 米吉美莲奴和大卫施华这些中场线主力都在伤兵名单之中 现在接近金记联赛半成 黄苏能够取得十二胜二和四负的佳绩 米吉美莲奴和大卫施华在中场的调度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也给了阿斯亚伊拿拉文迪此等后辈球员带来了机会 幸好 黄苏阵中还有阿里山大索洛夫和巴拉斯文迪斯这些在进攻端颇位威胁的攻击手坐阵 加上阿斯亚伊拿拉文迪和九宝剑应将面对救主 肯定尤为醒神 而黄苏金记作客表现也是颇位不俗 超过七成的联赛 作客胜率绝对不容小觑 而且球队在世界杯回来后取得一波联赛四联胜 军场竞胜对手两球之多 可见他们状态保持得十分之好 可以预见的是 黄苏此行绝不会轻易言败 阵容方面 后卫安东尼哥路 沙比和前锋乌马沙迪基等人都阴上必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